最近消息最新画面来带您看到 在昨天上午高雄有一名恶劣的驾驶 把车就停在路边挡住了残降人士的去路 路人请他移车 没有想到他置之不理还做事要伤人 这个时候有一名谢信的律师看不下去了 就出言来制止 没有想到反而被恶劣的驾驶 还有他的友人当街痛殴 整个过程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早餐店门口一片混乱 打人的劝驾的几成一团 事发当下动手打人的男子气急攻心 拉都拉不住 先把受害者打倒在地 再一连踹了好几脚 简直把人当杀爆打 店家好不容易把一伙人拉开 事报的两名男子却愚怒未消 骂个不停 受害者一脸错愕 扬言要报警 结果又遭到第二波攻击 被打的谢信男子是个律师 现在满脸伤 排队买早餐却遭人攻击 原来施暴男子一开始把车停在路边 挡住一名残障人士的去路 路人请他移车 他却开始大声咆哮 被害人建议勇为说公道话 结果就挨揍 就是主要要劝阻 就是说你们现在挡车 那你现在还想找什么麻烦 这样子 那个地方光天化日 没有一百人 也有七八十人在现场 都要买早餐 那是明点嘛 那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目无法计 光天化日公然施暴 打人的两名男子 目前已被警方锁定 被害人也坚持提告 要用律师专业讨公道 看一下用说